大家好,这里是游戏废人 我想成为影子强者虽然有不少玩家心入坑 但也有观众提出慢改游戏都活不久的疑虑 加上最近达一的大冒险无限神速展又暴死 手游版也停止营运 不禁让人怀疑起是不是慢改游戏就注定活不久 手游跟单机游戏遇到的问题不太一样 所以今天的讨论主要针对手游 最大的问题当然就是剧本 毕竟线上游戏更新频率不能太低 一个月一个小版本,两个月一个大版本已经算慢了 然而漫画或小说即便作者没停更 两个月都未必能完结一个章节 就像One Piece光合之国就连载了超过两年 而且游戏不能像漫画停更或者是动画幸运记一年后再放送 游戏一旦上线就是要持续有更新 没办法持续更新的结果就是 玩家感觉这个游戏要凉 其次就是剧本内容 非作者的代比者,原作粉总会感觉不对劲 除非剧情真的超优秀 否则玩家未必会买单 最理想的方法当然就是作者愿意跳下来写 但除非作品已完结 而且没有热门新连载进行中 否则大多数作者不会把时间花在搞手游的分支剧情 这块目前做比较好的就是死神手游 由于九宝自己有参与 再加上死神本身有不少补充世界设定的精彩小说 对只看过动画或漫画的玩家 仍有不少精彩且符合原作的故事 再来就是玩法 尽管可能不少人会提到玩法无聊 但玩法重复一支都不是问题 相反创新玩法反而问题会更大 玩家对游戏的学习成本会因人而异 举一个比较直接的例子 大家可能应该都知道餐割乳蛋 他就提到过 玩一款游戏他可以选择用键盘或者用手把都没有问题 光是这个选择 很多人可能就做不到 有的人他只会用手把 有的人只会用键盘 像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 手把键盘都可以 甚至我连滑鼠我左右手都可以拿来玩 那同样的手机我也是可以左手玩或者右手玩 那平常我玩电脑如果又要刷手抽 像这次影子强者 我就是左手拿手机在刷 右手继续玩我的电脑 所以对多数玩家来说 关键还是玩不同游戏之间 有习惯系统的实践成本 因此玩法的重点 还是能否最佳化该玩法的表现 例如挂机布阵游戏 重点就是画面表现 又前一阵子刚宣布维护一年的刀剑神域 就是日常的老问题 动作游戏打击感超差 而且操作不流畅 这千层的问题很多 从使用引擎到开发人员能力都有 以动作天尊卡普空来说 卡普空不只是累积了20年以上的动作游戏开发资料 更是采用自家开发的RE引擎 并为了开发直接设了新的开发大楼 光这个大楼的成本就超过百亿日币 更别说其他内容 当初魔物猎人世界要是没有大卖 只是维持以前系列做销量 真的就是暴死 即便可能会有观众想说 厂商就是不肯花钱才做不到 但这就像为什么只有台湾有台积电一样 很多东西并不是光有钱就能做到 已经在资深厂商工作的高手 你很难挖角 加上游戏是团队制作 要挖就必须整个团队都挖来才有意义 再来又像卡普空采用自家引擎 如果你挖走卡普空人员 但你没办法使用RE引擎开发 这些人员也未必能做出符合预期的效果 也因为难挖角 就必须从没有任职的人下手 但技术问题除非你自己就是技术高手 否则游戏没有做光看履率 你也没办法判断这个人是不是真的行 毕竟一个成功游戏团队 真正出力最多关键最大的人是谁 你不是内部人员根本不知道 甚至大部分情况都是缺一不可 单挖任何一个都没有用 也是投入一堆资金结果却失败 最后当然就是消费模式 举一个例子 假设游戏形成一个超强角色 有三种获得方式 第一个直接花台币一万块买断 第二个抽到几率一% 抽一次100台币 第三个 500元可以租一个月 时间到就要继续付钱继续租才能有 请问玩家会选择哪种方法取得 根据选择人数答案会是 2 1 3 而且会是 2远大于 1跟3 然而只要是人 对几率又必定会采取怀疑态度 除非自己运气比账面几率好 否则都会怀疑造假 消费的不信任感又会变成对游戏的不信任感 最终玩游戏疑神疑鬼 一两次卡池暴死后就果断退坑 可能有些人还有开发手流很便宜 失败再换一款就好的想法 但单机游戏开发成本已经是过去的数十倍以上 手机游戏成本也随着市场份额扩大 相关成本大幅提升 虽然很多人会用 连原神都做不出来 来取笑厂商不进步 但原神已经是包含单机游戏在内 全世界开发成本最高的游戏 而且除非你拿得到原代码 否则抄一款游戏跟写一款游戏的成本并没有差太多 打击杆动作也是要自己挑 场上会抄是因为玩家对新东西接触意愿低 而不是抄就可以省开发成本 有新从事开发的新创新团队 只要第一款游戏赔钱就直接解散 更别说第一款游戏失败在游戏业几乎已经是定律 成功都只能自认运气好 大家看到那些第一款游戏就成功了 除了极少数爆款 大多也是先参与过其他案子失败重组的新团队 如果对游戏基本概念有兴趣的玩家可以玩玩看 Long and Hard Summer这款小网友 故事主角上课学的就是游戏设计 里面考试就有不少做过游戏的人才知道的概念 回到我想成为影子强者 虽然也有人看衰 而且我自己也没把握这款能长久活着 但相比慢改它还是有一个优势 就是小说改编 而且小说尚未完结 相比漫画小说作者协助游戏的可能性比较高 而且可以帮助原作世界观的拓展 只是多数作品的授权都是以动画授权 而非漫画或小说原作授权 所以比起作者愿不愿意 更大的问题可能是版权分配结构 是否能让作者插手才对 以上就是这次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 拜拜